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却没有地方花 常年被山珍海味供着的慈禧 在路上能吃到最好的粮食也就是玉米和红豆了 直到来到了河北淮来县 县衙里负责接待的小官为慈禧献上一碗鸡蛋粥 慈禧都觉得是人间美味 立刻给那个小官升了县令赏了白银 于是这沿途的大小官员可都明白了 只要能招呼好慈禧的位 那便能升官发财 可是这战乱年代 要准备宫里那样的大鱼大肉确实很难 于是官员们都不约而同的想出办法 那就是为慈禧准备当地的特色小吃 例如糊糊面 把鱼 瓦树 烧麦等等 河北 山西 陕西的各种民间小吃都在慈禧嘴里过了个遍 而这些官员也都如愿得到了嘉奖 甚至在百姓看来 慈禧这压根不是逃难 而是带着清皇室在游玩一般 无数的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 而慈禧不闻不问 在他眼里 也许所有百姓加起来 还不如一顿美味的午餐重要